如果像我剛剛顯示出來的 就會有這些錯誤 所以這些錯誤的話 像這個空白 我想說奇怪怎麼會有空白 原來我剛剛練習的時候 我多加了一些不應該加的東西 像北區 主要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我沒有名稱的話 它自動會幫我給加進去 所以這個資料錯了 那怎麼辦 沒關係把它刪掉就好了 可是刪掉之後你會發現 你切到書紐分析表 它實際上 還是沒有更新 OK 所以如果沒有更新怎麼辦 我在那個 講義裡面有提到 其實如果以後 你的前面資料 假如說已經更新了 但是後面卻沒有改變的話 記得你可以做什麼 這邊後面 在那個 42頁裡面有提到 其實就按一下什麼 重新整理就好 因為書紐分析表 它不會自動 主動的更新來源資料 如果你來源資料有變更的話 那記得你要按一下重新整理 否則的話呢 它不會主動的去把 來源資料 變更自動去 幫你搜尋到 所以特別只有我如果剛剛 已經第一個 把那個 前面的資料刪掉 後面的資料如果沒有變更的話 那你記得喔 按一下那個 在選項裡面 我2010的版本在選項 如果你其他版本可能會放的位置有點不太一樣 理論上應該 可以找得到 重新整理一下就可以 所以我如果把按下重新整理 我們看一下 重新整理 OK OK 資料 看一下 還是說我的資料 不是這個 理論上重新整理應該它就 我先把這個面盤拿掉 把這個重新再整理一下 控盤 那我可能剛剛選了說 對 剛剛 所以來源範圍如果要變更的話 其實你可以變更來源 它這邊有一個重新整理 奇怪怎麼還沒有 變更一下來源 所以我可以 再把這個範圍 重新選取 因為它剛剛選到哪裡 有沒有 剛剛選到 這邊到 G的25 所以其實底下 多選 那主要是因為 我剛剛這個地方 選了 多了一些東西 所以以後如果你發生這種 狀況的話 可能要檢查一下來源是否 錯誤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重新選取 從A1一直幫我選 選到 這個底下不要多選 選到20 20列按確定 你會發現 它更新過之後 就OK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 理論上 當然前面 變更 你重新整理就好了 如果 重新整理 奇怪的沒有 發生效用的話 你可以再檢查一下 這個變更 來源 資料來源部分 稍微再檢查一下 OK 那接下來的話 這個是有關 那個 變更 就是 來源 更新的部分 所以如果資料有變更 你按重新整理 它不會主動更新 所以如果將來呢 你前面的data 有變更 比如說我今天前面的資料 哪些變更 比如台數銷售 假設這邊 銷售金額 這個台數 北區的部分 打錯了 那我比如說把2000 改成5000好了 那大概我 Enter 這個地方確認 進去了 但是呢 樞紐分析表 它不會自動更新 所以呢如果你要更新的話 一樣 選項裡面呢 把它重新整理 我剛剛是變更北區 所以重新整理一下 看一下 你會發現 本來 資料 好像是27000 現在變成30000 總計呢 也會幫我更新 所以特別是 它 不會自動更新 OK 不會自動更新 除非你要去設定 如果你沒有設定的話呢 那基本上 你就必須要重新整理一下 它才會幫你更新資料 所以大概 有這個 這個問題 其他的話呢 再來就是 其他我剛剛有提過了 改變那個 摘要 方式 摘要方式呢 當然有兩個方法 你可以第一個從這邊 按下 值 欄位設定 這邊可以進到 摘要值方式 之外你也可以從什麼 從上方這邊有一個 叫欄位設定 點進來 你會發現結果是一樣的 那也就是說 兩個方法都可以進到 那個所謂的 這個 值摘要方式 的設定 你可以從這邊 進到這裡 也可以從這邊 那 摘要方式呢 你可以顯示的 比如說家種或項目 其他的話 當然你可以顯示方式 如果是百分比 剛剛有提過 你可以從這邊去做修改 其他的話呢 再來就是 有關 設定方式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有關 新增 計算欄位 那什麼叫計算欄位 比如說呢 我今天希望 多增加一個欄位 平均好了 平均什麼呢 平均 101年跟 102年的 你的銷售量 如果我今天希望多一個這個欄 的話 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 要不就是說 你直接呢 去變更來源 這個地方 剛剛的通訊產品 你可能就要在 H欄裡面 增加一個平均的欄位 不過你增加一個欄位之後 你的來源 可能要重新選取 本來選到G 你可能要選H 不過這有點麻煩 怎麼辦呢 如果你不希望 這個方法 你可以用什麼 直接在 我們的 這個 樞紐分析表裡面 新增一個計算欄位 那怎麼樣新增一個計算欄位 假設我今天要計算 新增一個計算欄位的話 你可以從那個 在選項裡面 有一個欄 項目和極這邊有一個計算欄位 那 這個點擊他之後的話 底下的話呢 你可以給他一個欄位名稱叫平均 那平均的話呢 是根據 單位台除以2 就是101跟102兩個 相加幫我除以2 除以2之後的話呢 他就會幫我顯示 多增加一個 加總平均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呢 一樣切到那個選項裡面 那假如說我要增加一個 新的計算欄位的話 請你找到 有一個叫什麼 欄位 項目 和極 點下去 就這個 這個位置 不過可能 也是一樣 可能 版本如果 不一樣 跟我 不是2010的話 恐怕就是自己 要找一下位置 選項 因為 我發現後面的版本 好像也會有一些些的差異 但基本上 一定會有個計算欄位的功能 OK 所以我如果今天選項裡面 欄位 項目和極 找到計算欄位 我如果要增加一個計算欄位 叫平均的話 那 計算欄位 接下來的話呢 要怎麼去 讓那個 單位除以2 記得 請增加一個 名稱 叫做平均 OK 平均 平均 不過其實版本不一 這個也是 之前常遇到的問題 因為 理論上應該大家都要統一 一個版本 這樣上課才不會有問題 不然的話我根本沒辦法解決 不可能說每個版本都做一次 所以有時候在電腦教室上課好處就是 大家版本都統一 這邊沒辦法統一 好 再來的話特別注意 我要增加一個計算欄位 名稱叫平均 公式部分比較注意一下 公式是什麼呢 我的單位 這個欄位 所以 建議各位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在這邊點2下 等於後面呢 油漾放這裡 點2下 他會把這個欄位幫你帶過來 建議不要自己用打的 自己用打的話比較容易出錯 我建議什麼 自己帶過來 怎麼帶過來比較簡單 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邊點2下 帶過來 把這個欄位呢 幫我除以2 除以2 除以2 OK 那就是他的平均 這樣子的話 他就會產生一個新的欄位 這個新的欄位 道理跟 你在H欄 增加一個欄位除以2 其實結果是一樣的 只是說呢 你在這邊增加一個H欄 在做 相對的感覺不方便 好像這邊會比較方便 可是呢 你如果要做這個動作 還是建議你要熟悉所謂的 計算欄位 OK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按個確定 那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他就會幫你多增加一個平均的欄位 OK 有沒有在這邊平均出現 那平均出現之後的話 你會拿他來做 後續的應用 比如說我要統計年度 假設 我希望 平均這個欄位呢 幫我放在年度 我不要放在篩選 我把它 清掉 然後幫我把年度放在列的下方 101 102 那並且呢 幫我把那個 加總的結果 幫我放到每一個 就是說平均的結果幫我把它放到 假設我希望不是放 左右 加總的結果不要放左右的話 那我可以把這個 Sigma 這個地方的話 這個區域的Sigma 幫我把它 搬到 列的標籤下方 讓他 往下 幫我做那個平均的部分 平均 這個值 一樣我把這個 第一個我先 把我的 台數 加進來 然後平均也加進來 OK 那你會發現他幫我把那個資料 裡面 增加了一些區域 101年 102年 那他預設是加總 不過我這邊的話 最後的結果 我希望大家看到 類似長的 像這樣 加總 產品名稱區域 多一個年度 我把年度拿掉好了 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看到 這個每一個產品 除了說我可以看到 他的 單位台之外 他還有一個平均在下面 平均的數字 會在下面多一個平均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 新增一個所謂的那個計算欄位 特別注意喔 這個計算欄位 實際上就等同 類似 你增加一個新的欄位在那邊 那我的名稱叫平均 他基本上是從什麼呢 從那個 單位裡面 我是建議 點兩下 這邊把 除以2 除以2 產生 然後呢 並且幫我產生區域跟那個產品名稱 最後的 這個加總結果 試一下 那待會的話 我們再來看 如果新增這個欄位之後的話 接下來就是 把那個樞紐分析表 做美化的動作 那今天美化啦 我覺得這個 見能見智啦 有的時候其實有的人喜歡 很花俏的結果 但有的人可能覺得好像這個 可有可無 所以如果你要把這個 最後的這個 報表 做的美輪美奮一點的話 你可以利用設計裡面的這個功能 它裡面 可以馬上幫我做出一個 看起來好像 相對起來 比較漂亮的一個樞紐分析表 比如說我今天點了一個綠色的 假設這個綠色的 這個樞紐分析表 他就自動幫我把顏色加上去 其他的話 當然區域這個 藍位名稱 如果你不想要顯示的話 就這邊可以把它拿掉 其他有些東西 可以把它重新設定一下 除此之外 你可以把它加上去 但你又覺得它太醜的話 你可以把它移除 移除的話記得 可以從 增加是選裡面的 如果要移除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下方有個清除 它有個清除 不過有的時候另外還有一招 就是你可以選取那個左上角的這個樣子 其實左上角這個樣子 我記得好像也是 恢復成最陽春的 最陽春的樣子吧 這個是最陽春 等於5 或者是清除 OK你可以把它清掉 它要恢復成 原來的樣子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兩個部分 第一個的話呢 是 增加一個計算欄位 叫做平均 第二個的話 試著 把那個 樞紐分析表 做平均